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E中的字根 那E中呢就是 E的基本筆形 那它的位置在鍵盤的A 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個字 第一個是雕 雕的話它是現在一個順彎5 所以順彎5的話我們就按5中 也就是G的位置 好,那數完5之後呢 再來是一個E 它雖然有點斜 不過它是從 左下到右上 我們也是歸類在E 所以 再來我們就按 E中 也就是E的基本筆形 然後空白鍵 好,那下一個呢 是耳拆成兩個部分 第一筆呢就是E中 那剩下的部分呢 它是放在3E 也就是3上的位置 所以我們按一下3的上面 好,那按空白鍵之後選2 好,那下一個呢 它第一筆也是E 所以我們一樣按1 所以我們一樣按1中 那剩下的部分呢 它是01 那01的話呢 它是在0上的位置 所以我們按一下0上 空白鍵 空白鍵 好,那下一個呢 一樣拆兩個部分 上面的話是93 93就是在9上 所以我們按一下9上 好 好,那剩下的部分呢 1 我們按一下1中 好,那接下來呢 這個字也是拆兩個部分 就是71 71的話在7上 我們按一下U 7上的位置 好,那 7上取完之後呢 是1中 最後呢 2點 2點的話是8 8中的話是K 這個位置 好 那以上呢 就是1中 就是1的基本筆型 的位置 還有範例介紹 那鍵盤的話 就是在A 這個地方 好 謝謝你們的收看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一個喜歡 也歡迎分享 或是留言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